你問伯格 如果今天換成是他 會不會出來道歉 我覺得你一定會 對啊 因為它是一個整個節目的門面 我們就已經列了好幾個就不談 第一個宗教 第二個弱勢 第三個不要落井下石 第四個就是 悲慘的故事我們就不談 你去台灣的造勢場子 你就會給人感覺著走錯片場的感覺 還有把殘疾人推上去刪情的 多少累點要來的時候 音樂一起 然後殘疾人說支持民進黨 哈哈 以後可能會下地獄 旁白歌爆爆 郭玉琴指LB沒聽到有點牽強 郭子謙教育賀龍喜劇不敗 碰民見世 你知道大陸人很多人是把台灣的政論節目當娛樂節目看的嗎 哦 你知道台灣人其實也是嗎 是 這是一篇賀龍夜夜秀沿上後續報道 民進黨其實有不分區候選人 陳俊翰 罹患先天性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陳俊翰大學獄火災雙腳截肢 他不喪志念到台大法研所取得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密西根大學法學院碩博士學位 跳出來罵我可以刪情但你不可以說我刪情啊 用餐餐廳臉書直播 藝人LB非常感 吃完直接給負評 還是在人家的地盤上 今天來到這間有雷滲入的機場 請大家務必小心 所以這間店 如果你們需要每天來點負能量的話 真的可以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這熟悉的笑聲是LB的註冊商標 他親密批評店家的往事再一次被挖出來店 他又別再笑了 台灣基進黨Emma床墊Yoxi等7個贊助單位表明終止與該節目合作 台灣基進並決定提告 A1老師立法委員郭育晴也頗有為辭呢 昨天陳俊翰他有出來講 他就說 我長得比他帥 用自嘲的方式去圓 那我覺得那個相對來講 那個高度就出現了 有很多人可能就會把它轉移 什麼話題說 變成是民進黨利用 我想說一個成年人又具有法學的學士的學位 然後在地位 在社經的地位當中 其實他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有那麼容易的被利用嗎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去反思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 沒有聽到這個有一點比較牽強 因為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事後在剪接的時候把有爭議的這個部分 其實你要稍微修改 那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後續 郭哥會想要邀賀龍來上節目嗎 對呀 你可以邀賀龍 那應該不會才上我的節目 我這邊就是邀門邊的大學生 都是有顏值 哇 你這有點 你這有點 這你講的 我有跟你做切割 三立娛樂新聞 截稿前賀龍還沒有道歉喔 報導 不就遷就好 teaching 東西 日後 的時候 satellite 來聽到 看到了 然後 還有 末